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紐西蘭的二德台陽 大家好! 和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浪費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北美最強! 這就是我們這一節的題目 安省其實已經面臨到近乎爆發的地步 大爆發 跟美國不能比,不過跟以前來說是很嚴峻的19病毒 昨天的中數又破了紀錄到達4800宗 為了這樣,我們這裡的省長肥魯福特 決定說我們要做出北美最強的封城令 如果再不封,根據專家估計 什麼都不做的話,去到下個月底 就會一天18000宗上去,19全業率 所以現在就說要做出stay at home order 居家令就直到5月20日 看看這條數到了什麼時候 再決定怎樣做 其實這一次居家令和以前的有什麼不同呢? 以前的居家令,他都是這樣說的 警察有權去截查你 但是通常都是有人舉報才會去做 但是這次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他就說所有的警察 特勤人員,原住民警察那些 就有權見到你,或者你開車出去 就會截停你的車 就會去問你出門口做什麼 就是在昨天的居家令 就是在凌晨居家令那裡 就會同時發出 就是星期六的零時零一分 我這邊 而這個居家令一路 就應該會到5月20日至少 那當他一發出完這個居家令 同時間也都是會不准兩個省的人 進去安省 第一個就是灰省 就是北邊的 第二個就是東邊 正確來說,東邊和北邊的 另一個就是西邊的緬尼土巴省 都是不准開車入境 會設置關卡 就是不准進去 這樣說 那麼美國那邊更加不准上來 所以是全個封省封住了 不過當有記者問 為什麼你不去管航空 每天仍然有那些這樣的 其他的航班來 甚至很多人指著 喂,印度很重要的 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他搞那些什麼大湖節 就已經搞到一鍋足了 二十幾萬人一天 但是福特就說 我同意你的說法 但是航空不是我們的管轄範圍 我是聯邦政府管 我一直都已經要求 他們收緊邊境管控 來應對全世界的疫情 但是大家都知道 而現在這個所謂北美最強居家令 是怎樣呢? 就是這樣的 省府會禁止所有的戶外集會 和公眾活動 不過如果你們住在一起 仍然可以住在一起 如果你是一個獨居的人士 就可以就可以 或者是 就是就可以 和同一屋簪下 和另一個 就是和你隔離輪社 那裡聊兩句都可以 省府會關閉所有的工地 就是現在在建工地的那些 全部都要停 不准開工 限制零售的開放時間 即是超市場那些全部限制 如果現在是給你們開門的超市那些 最多是可以開放25%的空間 即是原本你可以有900人 1000人的 你現在整個店鋪只可以有250人 而開店鋪的鋪頭 就是包括超市、雜貨、便利店 農產品、市場等等 省府是會關閉一切的 就是哥爾夫球場、籃球場、足球場、遊樂場 至於賓 就是喜慶、紅白義士 的聚會 至多有10個人 而且 那些什麼招待會那些固然不得 如果你們是和那個同居的 就不受此限 或者你獨居 就是你說 我的husband 或者wife 你就不受此限 這樣 那現在呢 就有很多人 就是聽到之後 現在就 當然是 疫情這麼深 就嚇到所有人都出不了聲 基本上 安省的檢察長 就已經在那裡說 即是其實你說 你可以突然間搜人這些東西 可能會侵犯人權的 是不是 但是那個檢察長就說 我必須要強調 每一個人都盡可能要探製出外 不能夠立場再去 我們都不能夠迴避這個殘酷的事實 那阿福特在記者會就這樣說 我們現在呢 就是輸著了 尤其是變種病毒這裡 對著它 我們是輸著 而且快要輸 輸掉 這樣說 沒有辦法的了 現在估計呢 其實這個居家令 是不單止會到 隨時可能是 根據數學模型 可能是會上升 要做到去夏天 因為如果五月就一日晚八 過了五月就一日三晚 所以已經向外面求救 就說 安省的ICU病床 越來越不夠 在未來四個月呢 是需要多4100名護士估計 所以是希望向其他的省 就招聘500名護士 100個呼吸士療師 10個麻醉助理 還有等等 是嚴陣以待 還要很多人 是啊 所以大家都看到 我們先幾天已經說過 加拿大說 大開中門 要9萬人 就是這樣 就是 他們要編立9萬的移民 最重要的就是 醫療人士 醫療人才 就是這樣 相信 而且很多人都說 我們現在要移工 如果有任何有醫生底的 其實可以去敲門 試一試 可能到時候 可能立刻 立刻可以 可能立刻可以 現在很需要人 現在很需要人 而這一次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變種病毒 而造成 這個B117 就是 由B117 由法國到現在 這個境地 不過是幾個月的時間 但是另外一件事就發生了 有些人就開始追究那些醫療官 其實這個拜 有一位醫療官 我們約克區的 就被人網上聯署 就是跟他說 炒他魷魚 這樣說 我們這裏的約克區醫療 衛生官的主任 叫做 富吉 庫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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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 庫吉 因為 當時就是這樣說的 那些人是這樣說 因為英國的B117出現 但是這位 富吉醫生 仍然就叫這個安省政府 放寬約克區的公共衛生限制 反對關閉企業 而且經常就跟其他衛生官抬工 因為其他衛生 地區衛生官說 不要這麼早開城 不要這麼早開城 但是這個富吉仍然就說 喂開城 我們是開心了一輪的 但是開心了兩個星期之後 現在就很嚴重了 所以 又開始有人就發動簽名 就說 安省保佈居家令的時候 這個富吉醫生 仍然就說叫 約克區的學校繼續開放 不知所謂 那我要炒他的 不過約克區市政府呢 就說我撐他 這樣說 那 這樣啊 是啊 不可以撐的 他就 始終都要是很難 沒有他的話 那還有誰可以代替呢 那總是會有人做的 那最嚴重的呢 其實在3月16日那時候 那時候 他曾經說 我計過那條數 約克區是可以透過有效管理 避過第三波疫情的一個月前 但結果就輸到覆席 那現在 應該要炒的 事實上 是 你估計得錯成這樣 就算不炒 你作為這個的 這個是醫療主任的話 應該好自己辭職啦 是不是啊 一個這麼嚴重的失誤 整個區都是看你頭的 是 整個約克區都是看他頭的 是嗎 是啊 約克區就是 包括列治文山 萬錦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區 還有北邊好幾個鎮 都是有份的 所以是很重要 但是問題就是 可能他的計算是對的 不過他計錯一件事就是 多倫多啊 其他城市的人就會上來的嘛 結果就出事了 而現在呢 據我所知 有一兩個的 就是現在說有一兩個的油局等等 都有爆發 就是剛剛看見 都是有爆發的 連續爆發 其實是水深火燃 我都講過了 我平時去開那間藥房 我是看一看報紙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今天呢 那條街都是靜茵茵的了 所以我都不會出去 免得被人抓 是麻煩 但是呢 同時間對於執法這件事呢 就有些探長啊 那些就說 就是 有些犯罪專家 退了休 那些人問他 喂 究竟可不可以實行呢 那些探長啊 那些他們就說 你這樣做 其實 是 放我們 放警察上台而已 警察 現在是執法的時候要用雀情拳 其實現在這樣做 是等於你在這個highway 就是高速公路 抓一塊車是一樣的 有三百多個司機超速 你只抓得一個的話 接告票那個一定 益時威交叉 意思是你 為何這麼多人不抓捉我 很難做的 這麼說 這麼難做都要做的 老實說 不過呢 我相信 沒多久 又會有人走出來 和你抬工 因為先那一陣子 已經有一些餐廳 你說禁 我是偏不禁 我跟你抬工 打官司的 我籌了幾十萬回來 我跟你死過 你給罰款我十萬嗎 我給得起 因為有眾籌 是大家對峙得很重要 但的確確 是有一兩間店舖 是一間店舖 存了一百五十例 不是一百零例 正確 不好意思 是一百零例 是互相之間 現在的糾纏得很緊要 不過沒辦法 現在既然是 頂硬上 政府決定頂硬上 希望他就一獲過了 不要封到這麼多次又開 封到這麼多次又開 吃著個勢 一口氣做長些 一炮過搞定他 這個是我個人希望 一炮過 不要說跌倒過一千 又開回 一開又綁上去 中法 一般呢 就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 將確診數壓到零 就完全 零確診 要令整個社區零確診 另一種方法 就是盡量壓低 用一些防疫方法 壓低這個確診數字 試過這麼多 試過這兩樣之後 到最後 一些爆到這麼厲害的地方 最後都要選擇那種 將確診 跌到零 才為之安全 但是有些城市就選擇 不只是 將確診數壓低 後果就是 它翻發那個 那個勢頭 非常之厲害 而且會變成一個 沒元沒了的問題 中國一開始就選了 封城 封到它零 封到沒有了確診為止 所以當你開發之後 你的經濟活動 就馬上升 就已經彌補當時的損失了 在西方社會 不是這樣 不算美國 美國特朗普主政的時候 根本沒有理過它 加拿大 就只是以一種 降低的確診數為目的 歐洲的國家也是這樣 英國也是這樣 到最後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波 這樣爆下去 但是現在 很多國家都是選擇 都是一條老老 就是將確診數 封到它跌到零 才為之安全 英國有很多地區 已經確診零了 當然 他們也是狂打疫苗 也是一個辦法 我相信 安省現在 未必 應該會相關齊下的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 疫苗不夠 仍然是要等 是的 你的疫苗不夠 也是一個風險 不過 如果能夠 下定決心 封對確診數零 其實安全 就更好的 中國的疫苗 都不夠了 但是 就是防疫 是見得到的 一有少少風聲 就 就 封起了它 在起碼這樣的情況下 就算疫苗不夠 都還可以熬得到 經濟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就算沒有疫苗不足 都是有辦法對付的 你可以見得到的 又是需要肯去抄中國的功課 是的 那雙方 我絕對希望這一次安省可以狠心一點 不要飛樓樓 狠心一點 是的 拖到 至少拖到 疫苗來齊了 打完了 才再開了 你沒有辦法了 已經到這個地方 是的 是的 我們都講到這裡 北美最強的封城令 是的 大家忍一忍 一定要封到它零 一定要封到它零的了 你不可以就放鬆 就是確診數跌到個位數就開了 不應該這樣的 那好吧 我們講到這裡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